对抗疫情 彰化基督教医院严格管控 民众进入医院之前必须强制戴口罩 每天清晨6点到晚上10点还派出工作人员 在医院11个出入口 提进入医院的民众量额温 并且询问旅游史 确认都没有问题才能放行 另外更出动了红外线体温侦测仪 确实把关 民众体温防堵疫情扩散 进入医院请配戴口罩 防范武汉肺炎彰化基督教医院大门口广播 严格实施民众进入医院强制戴口罩 除此之外还得通过这一关 询问旅游史 梁额温确认民众没有发烧才会放行 要是被梁额温发烧的话怎么办 像这位阿嬷就得从医院急诊进到医院 再经由医护人员第二次详细确认 就怕一个没注意增加感染风险 彰化基督教医院在十一个出入口 执行门禁管制从清晨六点到晚上十点 共分为四个时段四小时一班 工作人员严格管控身上也要佩戴防护设备 像是口罩 眼镜或护目镜 而医院里头酒精干洗手也不能少 另外最新的红外线体温侦测仪也正式加入防疫行列 警卫手上拿着一罐热饮料实际测试温度多少 侦测仪显示的清清楚楚 超过三十八度以上马上发出劲爆声 有了它就能避免额温腔的两次落差 用额温去测量的话 它的落差会差的三到四度左右 红外线来监测温度的话 好就可以早发现是不是有发烧的情形 院方提醒民众进到各大医院必须强制戴口罩 要是不配合将医传染病防治法开罚最高一万五 毕竟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医院站在第一线防疫得做到滴水不漏 接着我们正好报道